悠软自得,慵懒地趴在地上,第一次面对镜头的熊猫宝宝一点都不胆怯 可爱模样让媚光灯闪个不停 这就是星星和亮亮旅居我国多年后,继暖暖之后的第二个爱情结晶 他们竟然打破了世界纪录,在四年内通过自然受孕 在今年一月生下雌性熊猫宝宝 如今,暖暖的妹妹已经健康成长,有九公斤重 国家动物园今天特别邀请媒体和中国驻马大使白天和熊猫幼崽见面 国家动物园专门在熊猫馆内设置了一个小平台 让参观者能隔着玻璃观看熊猫宝宝 幼崽毛色基本已经长圈,也有了标志性的黑影圈 只不过娇小的它走起路来,还是跌跌撞撞 目前熊猫幼崽还是五名市,国家动物园,中国驻马大使馆 和天然及环境资源部将在商讨后,透过网路争名 中国驻马大使白天笑言,它和这只熊猫宝宝背负着使命有相似之处 请大家记住,在马来西亚有除了我以外的还有三位中国的友好使者 那么他们和我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比较胖 他们和我一样还有一项共同的工作 那就是促进中马友谊 从今天开始,国家动物园正式开放让民众观看熊猫宝宝 分别是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半,以及下午2点到3点半 我们下午3点半,我们下午3点半